小朋友们下午好 我是半斤熊的一顺老师 欢迎来到停课不停学 运动不停歇第三天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平衡超人 在家里我们可以准备两个抱枕 然后把它放在上面 然后邀请小朋友站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难度 可以邀请我们小朋友站好之后呢 在上面进行一个下跟的动作 站好蹲下去再站起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要保持平衡 如果小朋友做得很好 可以尝试着把眼睛闭起来 再进行下蹲 这样会有一点点的难度 好接下来呢难度二 家长可以拿一个色把 或者是可以用一个长袭的玩偶来戴记 这个呢练习小朋友一个躲避能力 然后呢家长运速移动 小朋友去躲避再回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练习小朋友的眼睛的判断 以及他的身体的控制 还有他的平衡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 刚开始我们可以慢一点点缀 是的帮助小朋友来进行一个这样的练习 难度三我们可以尝试着让小朋友 单脚站在上面像一个超人一样 我们可以试一下 保持三秒钟 三二一 非常好非常好 难度四 我们在单脚站立的基础之上 可以在地上放置几个玩偶 让小朋友来把它捡起来 OK现在呢我们先把那个老师的脚丫子拿起来 可以吗 控制好 不关系我们可以带来试一试 好我们可以再把那个毛毛捡起来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练习内容 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快让我们一起操练起来吧